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想要拍一個日常生活的vlog 那今天有點像是 三個主題連在一起 就是vlog get ready with me 跟a day in my life 就是三個主題連在一起 然後我現在身體有點像男生 因為我剛睡醒 現在才8點14分 我最近都睡得很早 啊不對 很早睡但很早起 所以皮膚變得蠻好的 那先大概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的行程 今天的行程呢就是我會去 染頭髮 會去吃飯 然後會去 會去幹嘛 會去幹嘛 等一下 回去 回去買ipad 就這樣 對好 然後 差不多五分鐘後 就會下去找早餐 巧克力厚片 然後我吃巧克力厚片的習慣都會叫 就是餐廳的阿姨幫我烤酥一點 因為我不喜歡吃軟軟的厚片 對 紅茶 喔好燙 不會太焦蛋 不會太軟 我現在是蹲在馬桶的旁邊 廁所馬桶的旁邊 現在要來洗漱 就是我要來洗臉跟刷牙 因為是要刷牙洗臉嘛 所以就隨便綁一下就好了 都想煮好 會吃 很厲害 棒 有苦心 是酒 香酒 也有 可惜 有苦心 現在呢在威姐房間吹頭髮 我想要推薦這支吹風機給大家 但不是業配 它是某牌P開頭的 然後一個好像是日本的牌子吧 這支吹風機吹頭髮吹超快 好是不是很快 不到一分鐘我的瀏海就乾了 我在化妝前呢 都會把這兩個燈打開 之前介紹過的燈 然後就會變這樣子 今天要用紙吹袖 甜甜甜甜甜甜甜 開始拍拍拍拍拍拍拍 開始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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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已經全身都弄完了 就是妝也化完了 衣服也化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先去台北車站吃點點心 那間真的超好吃 我們這一個月吃了第三次了 對 然後會再去染頭髮 然後會再去買iPad這樣 那希望大家可以把影片看到最後 然後我們等一下見 媽媽點點心好吃嗎 好好吃 這叫我很醜好不好 好好好 我覺得住在台北的人 一定要來自己吃點點心 對嗎 愛上喔 我們這一個月吃了三次 嗯 把我拍的好醜 你不上相 我以為要等一個多小時 結果不到半個小時 我們就進來了 所以我想在這個年間 應該有這些 應該有一點點 我還給他一個con 好醜 謝謝 謝謝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那個我來講 你跟我進的東西 他其實就是咕嚕炮做成小小的麵 他其實是咕嚕炮做成小小的麵 我一半西 至少怎麼都還要這麼不可能要這樣 我一百也就拍了 一百也就拍了 他好戲哦 是個比較好 我差十塊了 就不行吧 虛幣 謝謝 吃嗎 好 我會這樣 都已經認識 好 這也好吃 這叫什麼 骨皮捲 這是一個炸的捲捲 裡面是蝦子 所以我不能吃 我吃外面的皮而已啊 我吃外面的皮而已啊 我只能吃外面 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出完點點心了 現在要去精湛的Apple Store 另外我想要看一下iPad Pro 我們等一下Apple Store見 那我現在到蘋果了 然後我跟大家說 我一個月在一間Apple裡面 花了很多錢 因為送朋友的生日禮物還有自己的 然後現在又要買Tro 所以我一個月在一間Apple Store 進出了好多次 我在想要大的還是小的 請問一下 一袋的筆是可以吸上去的 一袋筆是不能 它真的是二袋專用所以會吸在上去 所以一袋不能 對對對 好那就買囉 請問這個現在有限貨嗎 這台超限貨的 缺貨嗎 我現在呢在去染頭髮的路上 然後我剛從蘋果出來 我沒有買到iPad 因為我要的那台缺貨 然後那個店員叫我去101買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 染完頭髮會再去101買 對 然後我的頭髮一直都是給今天 等一下要介紹這位設計師染的 我的朋友都是給他染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染頭髮的話 我會把資訊放在下面 然後不是業配 我有花錢 對不對 老媽 好 等等見 這一次想要染一種橘色 一種橘色 一種橘色 就是我看這個夫婦的世界 那個小三頭髮的顏色 欸 這黃 這裡的燈真的就美到 哇 好藍喔 我想說 你這次染的話 應該會染不一樣 結果真的被我想到 因為我覺得每次都灰色 咖啡色 棕色 對 你說小三橘對不對 對 欸 你也知道 我知道 很多人來染嗎 就是 沒有 應該算不多 現在在等我的髮劑乾掉 然後要充塑護髮 對 然後這個燈光幫我照得好美 好美 欸 隨便拿到 你要裝不然是怎樣 隨便拿到粉 把它去身上 來完了 哈囉 哈囉 大家 我現在已經染完頭髮了 然後 我們要坐計程車去 台北101 的Apple Store 因為 我想要去買 iPad Pro 我這次剛好沒有那個 我這次剛好沒有那個 我買到了 然後因為 剛剛那間就是 也很缺貨 我就買了一台容量比較大的 然後加上它的Apple Pencil也沒有貨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去 新光三越的Apple店 頭船 買 看看有沒有貨 我跑了好多間 終於買到Apple Pencil了 那如果有時間我回去再開箱給你們看 哈囉大家 我現在買完iPad了 然後也買完了 哈囉大家 慢慢說 哈囉大家 我現在已經買完iPad 然後也買完Apple Pencil了 現在在吃宵夜 然後 今天的行程 好 今天的行程結束了 現在已經快要9點了 那我們 下次見 然後如果我回家有時間的話 我再開箱iPad給大家看 那就這樣囉 掰掰